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最前线 我是陈燕山 新闻开始来关心最新消息 7号 8号两天都有BNT疫苗抵台 两批合计会有160万到180万剂 由于疫苗到货量充足 指挥中心加开让9月29号前完成BNT登记的 61到63岁的民众上平台来预约 未来第12轮渴望开放第一剂的BNT疫苗 给23岁到46岁的民众来施打 还有大约100万人可以打莫德纳第二剂 预计22号之后10天内要打280万剂 外界就质疑BNT现在一下子大量到货 会不会有时间太多打不完的情况 指挥官陈时中就表示 接下来也有开放第二剂的BNT需求 没有过量问题 另外陈时中昨天喊出 只要第一剂的疫苗覆盖率达到7成 就能够再度的松绑防疫规定 以目前施打速度来计算 最快10月16号有望达标 8号上午5点50分 第7批BNT疫苗正式抵达桃源机场 加上7号到货的第6批BNT疫苗 两批总计会有160万到180万剂 所以指挥中心紧急加开 让9月20号之前完成BNT登记的 61岁到63岁民众 7号也能上平台预约 最快国庆日当天就能施打 而未来第12轮还会开放第一剂 BNT疫苗给这类族群施打 预计22号后 BNT疫苗加上莫德纳第二剂 要在10天内打完280万剂 另外个有医师建议 因为BNT疫苗近期相对稳定到货 所以干脆让苦等莫德纳第二剂的民众 开放混打 BNT要混打的话 时间可能还要再延一阵子 那不见得会比莫德纳第二剂快 要来提供混打 那也会等到这第一剂的都满足了 那第二剂还没有开始 或者第二剂已经开始了 那就要往后再延 莫德纳混打BNT被指挥官陈时中一口否决 台湾连续8天本土加零 离上次中秋廉价也超过两周 疫情明显趋缓 外界还试算 已截至到5号的疫苗覆盖率 每天施打量只要可以达到二十五万剂 目标最快在十月十六号 七成覆盖率就能达标 有望恢复到正常生活轨道 台北综合报道